我們接受任何善意的問題 那你就不要扯曹哥 講什麼啊 你是愁中是嗎 網紅超哥身體愁動一下 沒想到透一子還要講 這口氣真的忍不住 為什麼要扯國籍 你只要吃個飯 你又... 不管手機還在錄影直播 曹哥理智憲直接斷裂 以及左勾拳扣住脖子 再往透一子頭部暴力狂揍 沙鴻也往死裡打 旁邊有人拉都拉不住 微觀民眾也全嚇壞 你有沒有考慮過我的意思 快離開啦 檢房貨爆火輸到場 只見透一子頭頂鮮血直流 衣服都被扯爛 說法在台北大安研集街 原來二十號晚間 透一子帶著小粉絲及朋友 前往超哥新開的 日本料理店用餐 全場開啟網路直播 沒想到兩人因餐點味道 激烈叫風 超哥那個出飯超難吃 真的嗎 沒有很黏耶 就是沒有粒粒分明 然後出味不夠 你如果在台灣任何地方 然後你就會進來一間店 他好不好吃以外 你還會做什麼 你對台灣社會有什麼貢獻 我問你 過去透一子就曾犀利批評 超哥的雞排 狗都不吃 雙方因此截下糧子 但事後兩人也在網路節目上 擁抱和解 讓事件圓滿落幕 不料這次超哥認為 透一子又來踢館 怒火再度被點燃 竟然當街上演全武行 直播畫面掀起熱議 網友也嘲諷 隱藏菜單是動手動腳嗎 吃飯要戴安全帽 而超哥也馬上 在粉絲群組解釋動手原因 語帶挑釁的話 用力踩我的臉 那我要忍什麼 曾拿下電玩遊戲冠軍的 Toyz 諸商於香港 近年來因評價 各地美食惹出不少爭議 還曾受飯炸賭販毒等情勢 而動手的網紅超哥 不僅擁有黑卡 也常常在頻道開箱名車 因為父母更都是警戒高層 操狂背景 是不是讓他有恃無恐 外界充滿好奇 網紅超哥表情凝重 全神不發一語 而傷勢嚴重的Toyz 頭部縫了十多針 出院後也隨即前往派出所 並委由律師提高恐嚇 傷害殺人未遂 以及違反組織犯罪條例等罪 而警方也將調閱相關監視器 離刑是否還有其他共犯涉案 就離行城管理SNG潮組 台北報導